好,那我们来看到你最后这一小段 那最后这一小段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刚才版面挤不下去,抱歉 不过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吧 Last but not least, we can turn off the music When we are sleeping 可以写太快了啦 When we are sleeping 或者是 when we sleep 都可以 OK,好,那这边的话 难得出现你这样出现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讲所谓的叫做 Run on sentences OK,就是一直用逗点,然后一直下去 这边的话呢,其实应该要怎样 其实应该要句点,然后呢 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句子 好,要不然的话你就说 Because,或者是 as Some music will affect our quality of sleep 或者是 sleep quality and even disrupt the sleep OK,也就是说这边你如果觉得这两句话是有相关联的 然后它是有一个比如说因果关系的话 你可以用连接词 那如果其实你觉得没有那么有关联 连接性没那么高的话呢 那你就干脆用句点嘛 反正这边的话你不能没有一个方式把它处理 要不然它就会变成很像有的中文句子 就一直逗点,一直逗点,一直逗点 然后到那一段的最后才句点 这个英文不可以这样子 OK,好,接下来 If we take these advic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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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因为呢 Advice这个字是什么?是不可数的啊 OK,所以呢 我们可以讲说 If we take these pieces of advice OK,这样可以啊 或者是 If we follow these tips 如果你要一定要数的话 这个不用复述很难过 那你可以说 Follow these tips OK,或者是 Take these pieces of advice We can relish a tranquil night and have an uninterrupted speech 嗯,很好哈 这个 Relish a tranquil night 哇,真好 OK,有时候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常常能够有一个 tranquil night OK,不过听起来 就让人家觉得呢 嗯,可以睡一夜好觉 OK,所以这边呢 呃,有几个词 用得还不错哦 哦,非常的棒 OK,好 那所以呢 呃,这就是这篇作文的一个解说哦 那老师觉得你在这个 好像,好像是,是深受其害吗 好像这篇文章就比较有得发挥的感觉 OK,好 那这个 嗯,最好是每篇文章都可以讲了 好,从这个比较自身的经验着手 而且呢,能够有一个第一第二 然后能够有一个层次感 然后这样子的话写起来呢 可看性就会比较高咯 好,那所以这篇文章就到这里 啊,那我们下一篇再见咯 拜拜